那性别这个可能是稍微需要两个步骤了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你要先把第二个字抓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先分两步骤 所以假设呢 你将来的那个公式是比较冗长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从一步一步的 做一次之后把公式剪下来 放在第二个 再剪下来放在第三个 所以其实很冗长的公式 像我们后面有很多题 都非常复杂 公式很长一串 可能甚至比这个资料编辑还要更长 那那个公式绝对不是一次做完 你可以分阶段做 那怎么做一下 我demo一下 第一个的话我们可以先把第一个字先抓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先用MID函数 MID函数的话找到MID这个 然后呢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再来呢给他需要的这个文字 就是一个身份字号 第二个问题的话他问你说 你要从第几个字开始帮你去 去切你的字串呢 那我从第二个字开始 那第三个问题是LUMBER CHARGE 意思是说你要几个字 所以你大概要把前面的讯息他会看懂 不过他缺点是他不是中文的 但是你可能要慢慢习惯 可能要把前面他的讯息转换成你看得懂的那个中文 如果刚开始不太熟 我发现之前有同学他可以自己在拍画面自己加个注解 也是用学习方法 那再来的话特别注意 他会帮你把结果Return的结果告诉你 也就是说这个说在这个函数所储存的结果 他会帮我把他的结果放在等号的后面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他会出现一个什么 双引号E双引号 那特别特别特别注意 这一个指的是字串的E 他跟那个文字的E 文字的E就是前后没有双引号 两个有没有相等呢 两个不相等 特别注意 在ECL里面 字串跟文字 字串就是文字 跟数字是不一样的哦 那如果你把它做比对 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个陷阱 按确定之后的话 他会帮你抓到他的E 但是这个E是文字的E 不是数字的E 这个可能要小心 那第二阶段请你把公式剪下 我的习惯是什么呢 把那个 他从那个等号后面把它剪下 再插入一个逻辑判断 什么逻辑判断 那这边可以切到逻辑 切到逻辑 之后的话找到一幅 那再把公式贴上 第二阶段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有很多个步骤 那你可以先做第一阶段 再把公式剪下 贴到第二阶段 那等于什么 等于1 OK等于1 然后呢 后面的话呢 如果是1的话 那就难 反之就是女 不过呢 这个地方 各位可能要注意哦 如果这个地方 就是我刚刚讲的 假设你忽略掉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这个地方做出来的结果 就会是有问题 按确定 你会发现呢 明明他这边的 身份字号明明是1 可是他还是出现是女 全部都女 那你可能看一下 里面的公式 你会发现 应该看得出来哪里错吧 数字嘛 对 所以记得哦 你这边一定要加什么 双引号 这个地方 如果你没有加双引号 有没有 他就一定会比对失败 OK 刚刚用1是错 对不对 如果你用双引号1的话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没有才会是正确的 OK 那特别特别注意哦 这个观念哦 非常的重要 因为哦 之前遇到蛮多同学都 不太了解这两者差异 所以用V2函数有没有 去做比对的时候 他说奇怪 我明明看到都一模一样啊 为什么出来结果是不正确的 因为他忽略的数字跟文字是不一样 虽然里面都是数字 但是他实际上来源是文字 你就要用文字的方式来比对 不然呢会比对失败哦 这个概念一定要有 那当然呢 有同学又会问说 老师可是我们一般工作里面 来源都是数字啊 那我也没有办法 我不要改后面 假设我后面为止是数字的1 但是呢我希望怎么样 我那当然后面不能改 那可能你就要怎么样 改前面的嘛 前面这个部分 因为他来源是什么呢 来源就是一个 一个这个双引号的1 那我也没有办法把它怎么样 转换成为一个 没有双引号的1 就是把文字转换为数字的一个函数 所以我们会需要有一个函数哦 他是需要 他可以帮我们把文字转数字 应该知道有没有哪一个函数 是可以做我现在需要的这个用途 有没有 知不知道 有没有 知不知道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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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先把那个底下的说明 也许把它弄一下 这个可能要做一点功课 因为很多人 那其中value 刚好在哪里呢 刚好在最下面 倒数第一个 有没有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每一 你如果有把这些函数全部乱过一轮 你大概就是要哪一个函数可以做什么用途了 他底下会跟你讲说 将文字资料转换成数字资料 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 用这个value就可以了 那其实 excel里面很多哦 其实他并不是不重要 只是因为你不知道而已 所以你不知道就不会用 那不会用呢 你只好突发链钢 那就会有问题了 所以特别至于这个value 请各位注意一下 那如果我要加刚刚这个地方的话 我如果不改 我如果不改后面 比如说后面一样维持是一个 数字1 那你就可以怎么样 把前面的部分加一个value函数 value 前刮弧 然后呢 再到后面等号的前面 加一个后刮弧 这样子的话呢 他就会帮我把前面原来是文字的1 改成数字的1 之后再跟后面做比对 这样子也可以 两者 不是改后面就改前面嘛 所以未来你们将来 资料的比对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数字 跟文字是不同的东西 所以这一点可怕要特别注意 按确定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有value这部分 那 再来的话 底下还有一个 提取第几个 这个我想请各位自己试做看看 但是这边有一个陷阱是什么呢 你插入函数 假如你用那个me的函数试做看看 比如说我要提取从第一个字 这个资料 从第一个字 抓四个字的话 类似像这样练习 但是你按确 应该是0551 可是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看到怎么样呢 它的结果是什么呢 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就是它的结果 它是把什么呢 它不是把你要的结果显示 而是把它里面的公式显示出来 就有同学看到就傻眼了 奇怪 应该有遇过这一次的状况吧 没有 好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特别注意哦 对 因为它是文字哦 所以如果说你里面的格式 假设不小心按右键 上面储存的格式 假如你不小心把它改成文字了 你记得要先把它改为通用的 改为上面这一个哦 改回去之后 还要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游标再放回资料编辑列 把它打个勾就可以了 OK 这样就恢复了 所以以后如果你看到 假如你把这个结果输入完之后 发现奇怪 为什么出来的是公式的话 那这个时候请记得 把那个格式改变一下就好了 那再来的话 Labs 这边有一题 请各位看一下 那个什么 Labs 这个称呼 如果我希望呢 他能够在这边显示 吴先生 张小姐 马先生 等等的 那这边的话 我们如果希望呢 用两个函数可以解决 一个是Labs Labs 是抓前面一个字 就是他的姓 后面呢 再去抓他的称位 如果是性别是男生的话 那就串一个先生在后面 如果是女的话呢 那就串一个小姐 反正没关系 小姐或女士都可以 好 那这个称呼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这边的话可能会需要用到 两个函数 一个是Labs 一个是If 刚刚用到过 然后中间用串接And 把它串在一起 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先试一下 这个Labs 那这个做完之后 再来就是综合练习题 这个地方 那请各位先 谢谢 您 您好